接下來 地獄 天公 都是淨土 所有的那個什麼 死法界裡面啊 死法界裡面 通通都是淨土 死法界通通來自你的那個什麼 真如本心 一切有情眾生啊 不管是有靈性 還是沒有靈性 都能夠成就佛道 一切的煩惱 畢竟是解脫 我們的智慧啊 如同大海一樣 充滿整個法界 充滿整個虛空 對於外界啊 和內心的一切現象 都能夠清清楚楚地 絕明了 這個就是如來隨順的決性 這個如來隨順的決性啊 簡單講啊 簡單講就是說 你進入那個什麼 進入不悟法門 進入不悟法門 所有的煩惱啊 智慧啊 通通都是一體的 所有的那個什麼眾生跟國土啊 通通都是來自同一個法性 通通來自你的真如 真如本性 這個就是那個如來的隨順決性 所以現在就有四個囉 一個是凡夫 一個是沒有入地菩薩的那個隨順決性 一個是已入地的菩薩決性 再過來就是如來的隨順決性 好 善男子啊 各位菩薩以及末法時期的 有情眾生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生起虛妄的幻想 對於各種妄心也不用洗滅 安住於妄想的境界 也沒必要加以了知 對於不了知的事物 也不用去辨別是否真實的 那些有情眾生聽到這樣的法門 相信 理解 接受 並造此羞恥 不會產生驚恐不畏 這就稱為隨順決性 這段在講什麼 這段啊 我們記得嗎 我們上次有講那個什麼 那個 諸類眾生的種性 這就是不定種性啊 這在講那個不定種性啊 這是隨順啊 好 接下來 善男子啊 你們應當知道 這樣的有情眾生 過去生 過去世 曾經供養過百千萬億 橫河沙樹的諸佛和偉大的菩薩 已經種下了眾多的功德 成為萬德之本 佛說這種人 成為成就一切種智 最後這個就是成就一切種智 就是一切種智 一切種智就是什麼智 就是佛智啊 所以這樣總共幾個 總共有幾個 六個還是五個 凡夫未入地 已入地 還有如來隨順六個 還有隨順決性 再過來就是成就一切佛智的 這個啊 這個 我們這邊要講一下 就是說 你過去是曾經供養過 百千萬億橫河沙樹的諸佛 跟偉大的菩薩 這個啊 我們這個觀念上 我們要 那個什麼 稍微要 建立一下 就是說 你 你供養過 百千萬億橫河沙樹的諸佛啊 菩薩啊 這什麼意思啊 這 無法智佛祖佛你供養啦 知道嗎 無法智佛祖佛 我們在打坐的時候啊 我們在打坐 你的真氣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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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這樣 你真氣哪有 有啊 你就建立是佛啦 所以我們供養百千萬億橫河沙樹 諸佛菩薩 就是說你不斷的 不斷的修行 當然你這個生命在流轉 你為 為一個很 怎麼樣 很低劣的那個 那個眾生 一直在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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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演化 演化到一個很精緻 很什麼 很清淨的一個菩薩 或是佛作物啊 這樣的一個經過 那個都是一種生命的流轉 你知道嗎 不是說你真的是供養它 不是 當然你會 這個過程裡面啊 你在這個流轉的過程裡面啊 你一定會碰到 碰到你的善知識 一定會碰到 一些 那個什麼 菩薩 一定會碰到 有佛註解的時候 在跟佛一起 一起什麼 一起 同一個節裡面 在那邊 在那一節裡面 一起 怎麼講 一起註解 一定會有 整個生命在流轉啊 所以 我們也不要很單一的想說 我今天能夠修持這個政法啊 很困難 就是 我不知道 不知道幾世幾生 累積出來的福德 那個福報 我照法來 來想這個政法 也不用這樣困難 你知道嗎 這個 生命在流轉 生命在流轉 這個只是一個點而已啊 我們過去是怎麼流轉 你都不知道啊 你都不知道啊 所以 這是一個點 把那個眼光 把你的心境把它放大 放大到無限大 這個齁 這個就是 你在供養那個什麼 百千萬億橫河殺數啊 這個這個 我們這個觀念要把它 把它建立一下 你齁 你齁 你不可能說 不可能說 有這麼多 佛祖都給你賺到 沒那麼好看 你如果給你賺到一千佛祖 某一個 那個什麼 某一個點 你碰到某一尊佛啊 那已經就是非常 非常稀有啊 齁 所以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合格殺數的主要 我們不斷的修行 不斷的修行 啊 立下那個大院喔 立下大院說 我 集生成就啊 集生啦 或是集生啦 都可以啊 主要我們把握 把握五肉體 這個 這個 這個生命的周期 我們把握住 好好的 好好的 那個修正就好了 啊當然喔 你不可能 不可能喔 不可能給你說 你這一生喔 你就 萬法言通 不可能啦 就說 我今天以前萬法言通 你就糟糕了 不可能 除非了佛祖啊 除非了釋迦摩尼佛祖 萬法言通啊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嘛 就說 我這一次這樣認真修修 修到這個地方啊 不用和你修正到 找到你的真如本性 可是 可是你還有其他不夠圓滿的 你還要再來啊 對啊 我從這一個 從偶根 原通 從偶根成就啊 那你其他根啊 還要再給它圓滿了喔 還在圓滿呢 所以 這個東西 我說 這個喔 我們的修行就是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終點站的一個列車啦 又不斷的 不斷的走 你上去了 還要再回來 所以 我們 你要想說 我們說 我們比如說 有時候佛祖祖祖說 你過去世了做什麼 搬心 你就是去地獄裡面喔 還是去奧鬼島 怎樣那樣啦 去用 刮馬封 寫骨 那個喔 不見得你是壞 那個喔 就說 你要是把他想說 好 我就是去地獄裡面喔 去杜化那些眾生 要這樣想 知道嗎 所以 你到不好的地方去 不一定是你不好啊 不要這樣 不要說 我就是不好 你把他想 因為我們在修正法嗎 我就是 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成就啊 所以 所以 我們講說 善跟不善啊 你通通要 要 要去碰觸啦 要去碰觸啦 所以這個喔 讓你去等到什麼偉大啊 什麼一切合杀術主 那就是都叫我們說 要怎麼樣 要不斷的修正 你不斷的修正啊 你就會種下功德 你不斷的修正 你就會種下功德 你有了功德 你這個善跟 那個善跟功德 一旦的累積出來以後 那個時間 那個什麼 因緣啊 你跟 那個 累生累世的 那個 跟某尊佛啊 跟某尊菩薩的因緣啊 自然就會碰觸 自然就會碰觸 所以我們講說 你要去 你要去 那個什麼 三昧有沒有 你三昧 你不要去想說 我現在要去醫生生啊 我現在要去哪裡就去了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子起心動念 你只要 進入三昧 那個跟你有緣的 自然就會出來 這是我的心得 你知道嗎 你只要進入三昧 那個什麼 你不必要起心動念 這就來啦 來就來啊 你不要想說 我不要去 我去彥王 我跟彥王說 參相 就說 我如果要死 不要叫黑白無上來啊 不要這樣子 那個就是起心動念啦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那個 我們說 供養無邊無量的佛菩薩 那個就是 所謂供養就是 我們在禪定 在修正 你一次的入定 兩次的入定 那個都是在見佛 那個都是在見佛 你說那個佛身共佛的嗎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佛誕節就要到了嗎 那就是我出頭就要出來了 噢 分身共佛 把自己身體在那裡燙 喔 去觸啊 觸那個醉疤啊 那個共佛 那個分身共佛 那個分 分身啦 那個分 那些分怎麼下 這樣嗎 那位說 我在去 我去煮燥 用火 用火來燒我的身體 我去煮燥 供養 那個一切煮佛 那個分身共佛 分身共佛就是 你那個蒸氣有起來喔 身體產生熱量 那就是你講佛啊 講給你的真如本性啊 講給你的真如本性啊 那就是分身共佛啊 齁 接下來 這樣就六個了齁 然後 下一篇 這是最後一篇啦 來我們看 這個時候啊 世尊為了 重新宣講 這一個教義 而說儒下的祭送 清淨菩薩 清淨會菩薩 你應當知道 大圓滿的菩薩絕性 無所得 無所政 無所政 沒有菩薩 也沒有眾生 齁 這是 這是 祭語啦齁 那麼絕的時候呢 跟沒有絕的時候呢 見識 有所差別 有情眾生 被自己的見解 障礙住了 齁 第二個就是 見得到的菩薩 始終沒有離開覺悟 齁 這個就是說 你知道那個自性 可是呢 你不曉得怎麼去 那個什麼 那個沒有離開覺悟 就是你了解覺性 齁 見得到就是 你稍微 稍微有在 有在碰觸 齁 就是說 你知道那些是清淨的 可是啊 可是啊 你沒有真正去 去達到那個經濟 那麼入地菩薩 齁 永遠就是吉妹 就是入地啦 入地菩薩永遠是吉妹的 那不知著一切事物之相 齁 那成佛以後啊 偉大的覺性 圓滿遍一切處 齁 這稱為普遍水順 這是那個佛 做的一個 那個 總結啦齁 那末法時期的 各類眾生啊 齊心 不產生虛妄 幻想 佛說像這樣的人啊 現在是 是 因地菩薩 我們目前在修行啊 那個就是因地菩薩啦 在因地修行齁 那過去是供養過 如橫河沙一樣多的佛 功德已經圓滿了 佛法中 雖然有很多方便法門啊 這個稱為 隨順治 好 這是簡單的做一個那個總結啦 好 但 我們要 重點說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這個修行的那個成就齁 那個清淨圓絕的那個次第 我們要知道那個那個次第 好 總共有六個嘛 要知道齁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呃 六個嘛 一個是凡夫 一個是未入地 一個是已入地 好 啊 再過來就是隨順 再過來就是如來 好 如來的那個隨順 好 就是 那個講法不一樣啦 講法不一樣 那 基本上呢就是 離不開嘛 就是說你 你那個什麼 欸 凡夫啊 凡夫對這個 對這個 你自己的障礙 你不了那個什麼 不了那個真辱本性啊 好 再過來就是你 你雖然知道的 好 雖然知道的可是呢 衛正衛正啊 好 再過來就是菩薩啊 好 如來的是吧 如來就是 你要這邊就是 用不悟 來講如來的隨順 不悟法門啊 好 就是那個什麼 煩惱跟菩提啊 好 那個一切的國土跟眾生啊 好 這些東西啊 菩薩跟眾生 通通是沒有啊 通通是來自 同一個法性 同一個法性 來自你的那個真辱本性 好 這就是那個清靜慧菩薩 所 那個 請佛 開示 修行的那個見識 那大概有個概念啦 大概有個概念 他只是用那個什麼 用 不一樣的那種 那種說法 不用的說法 對應到齁 我們現在所學的啊 對應到齁 對應到齁 我們現在所學的啊 就一個次第一個次第進來 你就知道 比如那個什麼 那個 那些人說的嘛 你說那個什麼 有那個什麼 那個各種各類的種性啊 聖門聖種性啊 齁 還有什麼種性 菩薩種性啊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這個如來的種性啊 齁就是一樣的意思齁 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的那個 把它 一個一個次第 按在齁 這是清靜慧菩薩所提的齁 那我們下次啊 下次我們再進入齁 那個 可以想說這部經的主題 齁 齁就是 那個什麼 禪定的方法 齁 禪定的話 知道就是說 前面啊 前面幾張 所講的幾個菩薩 比如說米樂菩薩啦 還有清 金剛杖 齁 金剛杖菩薩 齁 他們所提的齁 就是說 從這邊開始啊 從這無明開始啊 齁 無明在講到輪迴啊 齁 他這樣 這些東西啊 這些眾生的障礙 這些眾生所要精進的 所要成就的一個 一個一個 門道 啊 透過什麼方法來 來達到 啊 透過那個 以下 以下那個不是哪一個 哪一個菩薩提的 就是 就開始要講那個什麼 開始要 開始要教我們那個什麼 禪定的法門啊 這什麼菩薩 威德自在 威德自在 再來就是 提供禪定啦 修禪定的 方法 這個 你透過這些方法 你可以達到 目前我們讀到這個地方的 一些問題 要知道齁 這是這個 圓絕經 所要 開始我們的一個 一個 內涵 好啊